海岛台湾独特的地理环境 自古吸引不少外来人口再次深耕发展 使得宗教信仰相当多元 且互相尊重 而坐落于云林县台西乡的五条港安西府 距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 唯一国内众多张礼墨千岁庙的祖庙 海内外分灵高达三千多处 是台湾道教与民间信仰朝夜的重要庙宇 五条港安西府 这个共用族行是当你没三千岁 或是我们全国当你没千岁 开极这个祖庙 因为当你没千岁 身为非常严厉 这个悠久必赢 博与众生 信度万天哈 团骗全国国队 最先行台帝 不仅千里露度摇摩来参拜 也好是安西府 因为更加定性 安西府 诸四张群千岁 礼密千岁 吉莫英千岁 令配四文昌帝君 文才神 地藏王菩萨 祝生娘娘 玉皇上帝等神明 虽位处偏僻 仍吸引各地广大信徒 不辞千里前去参拜 最具特色 为庙前一对福山志大旗感 自道光三十年起 矗立至今 顶天立地 文明全省 其规模与价值 傲视全台 一百五百年 因为当时 这个安西府来去这间廟 因为为了要树立一个标杆 所以做这个石杆 因为当时啊 这个木材很缺乏 所以由我们张礼墨千岁 住几化身的老人 去到中国大陆福建省那边 去买这个山木 买完了 就放水楼子到台湿 从地面上 就树立起来 是六十多 就是说六十多台湿 除了中大节日的相关祭祀活动 去年安西府重新开启 中段半世纪的 新乡路万人四天三夜 徒步会乡活动 到台南南昆深代天府会乡 全程一百六十多公里 将近数万人一起参加 每个人全程用双脚徒步陪伴神明 诸葛亮也特别为神明沐浴更衣 副总统吴登义跟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到场庆课 还特别打造新光大道 场面热闹盛大 为台湾宗教盛事 写下历史的一页 除了成为信众心灵的 安西府与庙城右方 佩建占地约百平的景观瀑布公园 以其凤凰穴走五路财神的龙虎边设计 加入传统的亭阁 甲山甲水 拱桥等造景设施 花木服输 流水葱葱的花园景观 为立庙餐业的各界信众 提供一个休闲养性的室外桃园 庙方现役积极办理料前商店街的营运工作 展现出安西府宗教与观光齐头并进的建设步调 带动当地的观光效益 安西府因为靠近这个远海所在 那么这个远海所在北风头 所以在这个顶部北平面 做一个顶部说一个党风墙 那么这其中的 有这个神龙敌 还是说凤凰城 这个都是一个重大建设 经过立届委员会 立届主任委员 与共同来设计报表 会为台湾首屈一指的张礼墨千岁庙 安西府不仅是信仰的寄托 在建筑上木雕 石棵 彩绘等建筑皆是艺术 一专一瓦中匠心独具 蕴含许多台湾传统艺术之美 春节期间 民众不妨来一趟寺庙与艺术之旅 点起清香 许下新年新的希望 让假期有个美好的开始 我代表安西府 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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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希望各位先行台帝 大家来五条港安西府 来参与我们中立的结缘 新春期间 安西府特别准备 永安福食 希望大家 这个成年新的 大家永远来参加 祝大家